去吧 院长 机也没用 你说人家人多枪多 要不怕旅长面子能跟咱 还有那天 要不是这帮兄弟 咱俩就漏给鬼子了 你怎么回不去 大全说的是实话 要想领导好这支部队啊 就得拿出点真本事来 我们现在就来个杀反披 你扮敌军 谁赢听谁 好啊 我就办运粮的一百五十人 多了 运粮的没有一百五十人 他们每个月都要文修 因此每次运粮只有三到四十人 好啊 就算只有三到四十人 运粮的路线有两条 我指定走近路不走远路 你为什么在远路设下关系 非常简单 最近我们在这条近路设复 鬼子吃了不少亏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因此他们宁可绕远也不会走近 那我运粮的时间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你不可能派人二十四小时在那儿监视我 这样你的战斗力会下降的 这个家事也是不存在的 鬼子必须在天黑之前把粮食运到部队 会分离的地方 为什么 我已经大听清楚了 这次运粮的是好一人的副官 这个小子他贪生怕死 强声一响一拽留走 我要算错了 以后你是我的长官 来 你小子都死八回了 来 到这儿 拿来啦 偷偷在哪儿 咱今儿个就唱一出华语道 人兄弟们说 就冲着伪军脚边打 你别伤人命 他们也不容易 吓得我饿了 嗯 我去歇会儿 说完粮食 急着叫我 来 下火车 把东西弄走 车 车 东边改枪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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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些个枪和粮食还要不要啊 要什么要啊 流命要紧 全被你射住了 用脉脖 走 快快快 走 快呀 快呀 走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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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赵云的 我看你像乌云 走啊 搬粮食去 我赵云 长盛将军 您也得吃饭吧 吃 太过瘾了 徐长官 我服了 彻底服了 以后侦察连 正式编入你的 沙武社队伍 你 请请请请 稍息台阶 稍息台阶 来来来 这边去 这边去 您请走 请走 您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东北的特产 正宗的野三僧 就这个野三僧呢 咱们也得有一两百年了 两三根条子才能换得来 当然了 我怎么能在您面前提起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吃了这个 可以活两百年 对对对 我能在天皇陛下 会生气的 野藏司令啊 您看是这样 这不前段时间那个 运粮车被劫的那事吗 我 一下子 减了我百分之三十的补给了 您说我这事你 这事你 这个石井的燕子 还是要做一做的 是是是 我相信 你有办法 把这个事情 做得很漂亮 是是是 在别的地方 把这百分之三十 摟回来 不是 是 您看 要不 我去看看菜好了没 您 您坐会儿 活两百年 别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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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钱财 云人消灾 叶藏这老小子拿了我的东西 不给我办事 他是日本人 他不懂这个 他哪知道什么叫 拿人手朵案吃人嘴软啊 那也不行 那这亏不能我自己知道 我给他们来个移花揭幕 咱们不还是有多吉呢 这样 明天 你约上多吉的几个手下 请他们去喝酒 把他们灌醉了 我来去找丰田 你 哥 这多吉要知道了 那怎么办呢 你听明白没 我说的是多吉的手下 又不是多吉 明白了 可真好 会有酒 又干什么 你讨厌 他叫人家 咱们就咱们好 新闻 还是要一联调 在涂上 你瞧咱们现在这几个羊 咱们是既不能吃香的 也不能喝辣的 来个饭馆吃饭吧 多给几把椅子都不行 走在大街上 还得听老百姓的骂 咱早上惹谁了 是不是 睡时候当兵吃粮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咱总不能让自个儿的 老百姓自个儿的血妹 被鬼子糟蹋吧 是不是 对 对对对 李道 你嫂子跟日本人跑了吧 你说这生个孩子算谁呢 你管她叫什么呀 来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一个 哪天吧 咱真起伏去了 跟小鬼子干一伤 不行 咱上山当猴子去 听说那猴子待遇还不错 冯天俊 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 多急的几个手下喝醉了 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丢失的那批蛋药和粮草 是他们伙同吉平的徐国珍旧部一块儿接的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那个 他们喝酒那个饭店的老板 是我布的眼线 他跑来告诉我 冯天俊 这事你得赶紧出面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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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尉 放下枪 别动 放下 我让你把枪放下 别动 快放下 把枪都给我放下 放下 把枪都给我放下 放下 把枪都放下 怎么往军营啊 是他们先开个枪 捉贼捉脏啊 你怎么把他们全都给打死了 一个活口都没有留啊 这帮人的胆子也太大了 我要把这件事 上报给野仓司令官的话 要多急啊 也掏不了干净 这帮人的胆子也太大了 这事太可怕了 徐国珍的手下表面上是响了 没想到还做出这样的事 还有那个脱机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要向野仓司令回报一下 哎哎哎哎 夫妮军 夫妮军 咱们没有证据啊 人都被你灭口了 是他们先开的枪 我不愿使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受他如此的侮辱 但是这个多急和徐国珍 确确实实是有着深仇大恨的 你要说他叛变我们吧 那也不大可能 我估摸着 肯定是极平的那些 徐国珍的旧部中 有这么一部分人 与我们大日本帝国 离心离德了 但是话还说回来了 那只是小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还是效忠大日本帝国的 这我就奇了怪了 这个信是你报的 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反而替他们说话 我知道了 你和多吉都是中国人 我和野仓司令官 可没拿你当过外人 哎呀 天君啊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件事上 咱们不能使蛮劲 得用巧劲 怎么用 你不是怀疑多急吗 那你就派他去集平 清查徐国珍的那些旧部 如果他卖力了 那说明他对大日本皇军 是忠心的 如果他不卖力 那说明 那 那不还有我呢嘛 我跟他一块去 替你看着他 那我担心集平会变瘦 而你会越来越怕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有的时候我还因为自己的连结 而责备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这么委屈我自己呢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 谁让我是满洲人呢 野仓司令官还让我加入日本籍 我是想了 等我为大日本帝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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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仓司令官 你这轰炸理想 满满这品味吧 先把眼前的事给我做好了再说 怎么说您同意呢 大哥 吉平这堂浑水你真想去烫吗 你知道个屁 吉平是日本人重要的物资中转站 那里有粮食有药品 所以野仓才会如此地看重吉平 我就不相信我没有办法 把吉平的油水给榨干 清清 陆天军 你找我 你的手下和徐公子的旧部 把粮食给结了 这事要是不告诉你 那就等于往你身上泼脏水 你看这事 野仓司令官都知道了 所以你必须去吉平 把虚国阵的旧部铲除 才能洗脱你的嫌疑 这事还真得好好谢谢你 欠你这么大的人情 啥事能还哪 你只要为帝国好好地服务 那就是最好的大县了 我个人就不必了 我个人就不必了 你看看这些家伙 见着长官连个军领都不行 让他们收场 还不如摆个纸人呢 就这帮人都把散挂了 巡逻也只是硬不差事 我说过你多少次 对待东北军的这些老人 你不能心自收了 这些人毕竟是我爹曾经的部下呀 我还是希望不动手 就把这事给解决了 我也想啊 兄弟 可是这群老人 都是一群一骨头 这是动动嘴就能解决的事 如果是动动嘴就能解决的事 那他丰田干吗要找我们俩 来摆平这件事情呢 话又说回来 就算这群东北军的老人 现在愿意投靠日本 那肯定也不是真心的 好一人 你现在呢 是不想得罪人 躲在我身后呢 指着我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你好捡现成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打得什么算盘 兄弟 你真是冤死我了 现在是谁的天下 是日本人的 我不是为了你我 是为了咱们东北军留下的那些弟兄 为了能让他们在日本人的手下 过上好日子 咱们一定要把原来教导里的那帮老人 给他揪出来 是 老陈哪 你跟着我爹也这么长时间了 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对你 说吧 你们团还有哪些是属于我爹 那个 那个 主战派 你不说我就没法交差呀 这样吧 你要想当英雄 我成全你 我签个文件 把你全家 还有你提拔起来的所有军官都枪毙 你当你的英雄 我上轨子那边好交差 如何 告诉外边准备文件 十一点整 老兄 执行枪决 老臣 还打算宁死不从 娶你姥姥 老臣 你比我有本事 我都不知道我姥姥是谁 算了 老英雄 咱们回见 不过是下辈子见 不过是下辈子见 怎么样 说了吗 人生自古谁无死 看来老臣是打算留取担心赵汉青 装什么色 这小子没少道歉 现在这个时候 不管你装孙的还是装英汉的 你都得死 这条 double 这条是菈汗Star 你真是不实乱啊 那条是为了 这个手都 flute 你真是不肯定 我怎么做呀 我真的想要你 你真是要出来 我真的快要去拿银子 你真是什么地方 可以oe凡我们 好一人和拖鸡都去了齊平 我現在手頭不夠用 所以讓你久等了 不好意思 齊平那麼小的一個縣長 你為什麼要把他們兩個人 都派去 采靈 我每次見到你 就不想再來要工作了 你是一個職業軍人 除了打仗還會別的嗎 好 豐田的局勢 馬上就要穩定了 這話你留著去跟東京說吧 跟我就沒必要了 真的 三天中就馬上就要調到豐田了 等三天的步驟一到 徐文貴的末日 也就到了 他就到了 徐將軍 齊平 以後沒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讓我出來 徐將軍 森田中隊要來豐田了 而且據說森田中隊這回來豐田 配備了全新的武器和裝備 已經完全具備了山地作戰的能力 這是衝著文傑他們來的 一定要消滅森田 告訴文傑 一起鋒芒 一起之長 積地之短 我爹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放心吧 身體挺好的 就是精神很差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爹留在奉田真實的目的 都誤解他 我爹心裏肯定很難過 製作戰 變成真實 克朕將軍真的是戰術大師 他對森田中隊的分析相當的同酬 林走的時候他告訴我 只要你發揮你部隊的特點 森田真的並不可怕 蔡莱 为什么要帮我 我帮你 并不完全是因为你救我 景仪爸那天晚上 发生在女校的事情 让我觉得他们真的 连畜生都不严 我也是想替我的同胞恕罪 谢谢你 蔡莱 我送你下场吧 萨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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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这里不是安全区 你们怎么能我会丧命的 长官 这里比北海道的雪还大 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雪 就让我们高兴高兴吧 八嘎 高兴吗 是 丰田 你有什么资格阻止一群 打伤着的英雄 在这里庆祝 索夫上的敌人非常地狡猾 很多部罪都在这里吃了亏 我希望你们能够安全地抵达奉田 你知道我是谁吗 森田教官 你敢阻止我在这里庆祝吗 不敢 继续唱歌 是 鬼子来的不到一个中队 汽车里都是汽油还有污渍 那兄弟们说 别把鬼子送到里给打坏了 队长 这帮鬼子胆够大的呀 带着这么多武司 就这么几个人就敢出来 这帮啊 军官和军事 士兵都在江桥呢 这上头好打啊 困难的你也不会打呀 你会 行行行 今儿个 让兄弟们好好练练枪法 跟他们说了 一枪一个 谁要是在鬼子身上 浪费第二发子弹 回去不准吃饭 王副 一枪一个你能做到吗 我一枪能打俩 能打俩 能打俩 拿地瓜撑死你 转开 这儿 咱不能打个哑巴掌啊 咱得让鬼子知道知道 好理 那爸爸咱们的名号 兄弟们 我们叫什么来着 杀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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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行 尼职射击 大圈 一個地瓜沒了 又一個地瓜 真準 陳桂 就你這槍法 不得餓死啊 走 撿羊蠟去 走兄弟們 停 停 停 戰果咋樣 所有的小狗子一個火火沒了 車上還有兩大桶滿滿的汽油 還有一批嶄新的式軍裝 這個裝備啊 夠當裝一個中隊的 行 回頭把汽油啊 找個地方埋起來 那批軍裝啊 讓兄弟們試試 不合適的 給你改 行 我需要安排 拼槍 拼槍 射击 走枪 行友转 起步走 多急呀 看见了没有 你哥那边闹得越欢腾 咱这边死人越多 迟早有一天 得牵连到你头上啊 山长官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跟我哥 现在是水火不软 这日本人也知道 多急呀 这帮日本人 什么时候跟咱们讲过道 他们打不过徐文杰 肯定会拿咱们 治安军撒气的 你能保证 哪天他们傻红了眼 会不拿你开刀 日本人认为自己吃了龟 所以才下这么狠的手 这以后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 你我的脑袋都会搬家了 你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我们想想吧 咱们可是一根身上 说的蚂蚱 谁也跑不了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你知道我什么事 稍等 你找我来不是就要看看我吧 你来满洲多少年了 我出生在满洲 是满洲的粮食把我养大的 可是你别忘了 你的父辈都是血统纯正的 大和民族的武士 我现在说的是中国话 从小学习的也是中国文化 你还是把我当中国人吧 不 你是日本人 你是日本人 你只能对日本人好 你为什么呀 这么关心徐国珍呢 关心谁是我的自由吧 关心谁是我的自由吧 那你为什么不能关心关心我呢 你权力那么大 身边关心你的人那么多 还差我一个吗 亦朗 亦朗 别这样 亦朗 亦朗 别这样 亦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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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我每天要出一个任务 我今天叫你来 是想给你告个别 你每天都有任务要出吗 这不是你失败的理由 明天的任务 明天的任务 从凤天出发 要运走自重 到严险的部队 从严谤开始 我们损失最大的 就是这种刑警的自重部队 好 帍 js that人 因为你能活在ア sangre 我会跟ется 找很幻 Cake 看就可以了 还有吗 这离略是 将军带队 正好 山上过冬啊 需要物资还有粮食 他们倒是挺孝顺 给送来了 但是你也别太乐观了 丰田这回是有备而来的 时间和地点都严格的保密 要真是硬碰硬的话 你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倒是你 彩莉 在丰田的身边太危险 想办法离开吧 丰田至少现在还很喜欢我 没事 丰田 万一在双风山那边 出现什么差错 您怎么想野藏司令官交代啊 所以我们这次 不能贸然地行动 要投石问路 也让我们的人 穿上治安君的衣服 在装卖稻草的车子前面 做诱饵 他们看到是治安君 一定会掉以轻信 只要他们敢出现 我们就可将他们 一举见面 看看那车车 希望你们能够 帮助 限制要的事 要不再把鱼子比较好 吴儿 看看那车车 瞧着我们门道没有 看不清 王福 给你看看 好 我那些干啥呀 是 现在整回去再说 撤 队长 咱就是不打这帮伪军 咱把这帮牲口弄回去 所以今晚上过冬 兄弟们有偶尔吃啊 贵子 撤 那我也睡去 听文杰的 撤 长官 优儿已经放出去了 可是山上 没人下来强粮食 徐文杰是一条大鱼 没那么容易杀勾 怎么这样 让咱们的人 非劲地跑了这么多次 大部队也跟在后面 进行伏击 也没见有什么动静 你真的认为 徐文杰还在山上吗 徐文杰跟我比得 是耐力和毅力 安排下去 让月亮的车 装上一半的粮食 是一半的稻草 是 准备车吧 不认 这车啥 准备车吧 三天 车十几个都过 干啥来了 咱个鬼子放哨来了 这谁呢 队长 王府的没头没脑的 不是这意思 你就说 这十九车队的装备 你不想了 咱们真让你打 你心里老说彻彻不打 你到底咋想的 你告我们呀你是吧 你还说啊 你心里想的 你也咋不想的 说 那我俩车呢 你打就打 那我俩车呢 你打就打 打就打 大全哥 文杰哥带着你们打了 也不下十几仗了吧 顾儿哥哥 你说哪次文杰哥 他不是冲在第一个 那 这回他怎么就当 缩头乌龟了呢 王二姐姐 你不能这么说 文杰 文杰这次 你说两句 我看不透 我伤火丫头 那总得有个原因吧 你怎么天天牙疼呢 那牙疼呢 要不这样 你去把那个兄弟们 集合到一块儿 我去找文杰 跟大家说了 你咕咕咕咕事情 我觉得行 你觉得呢 牙疼还让我去 快去啊 大腿花儿姐姐 我去找文杰啊 好 叔叔 你怎么给你一个人带着战士 干什么 干什么 兄弟们都凑齐了 你说两句 过来吧 随便说两句 兄弟们 最近的训练很好 把明儿开始 继续努力 解散 完了 啥意思啊 你明白吧 解散 反正我没得明白 我没得明白 长官 山上 还是一点东京都没有 我们还剩多少物资 还剩六顿 全部装车 明天一早运出去 叫大部队车 不用再干了 长官 我认为这略有不妥 万一徐文杰真的 动手了 他们不会动手 出兵 一定要齐 你先出去吧 来了 我给你带了几样 你爱吃的菜 太好了 运送物资的事怎么样 顺利吗 非常顺利 我用的是帝国的军人 做诱饵 只要徐文杰敢出现 就会将他一举歼灭 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自信一点 有什么不好吗 徐文杰 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吧 当然 在德国的时候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而且我们的毕业成绩 是并列第一 快吃吧 一会儿该凉了 好 喝 你这还有哑兴 在这儿一个人喝酒呢 你知道吗 兄弟们最近对你光设服 不打仗有看法 我单身这种情绪啊 蔓延开 会动摇军心 知道为啥不打吗 是 不打仗 我没想到 你这种情绪 不打仗 你这种情绪 你这种情绪 不打仗 我没有想到 你这种情绪 你这种情绪